國人喜愛赴日旅遊 不過日本來臺旅客去年只有九十四萬人次 臺日觀光逆差高達三百萬人次 對此 臺鐵有意引進臥鋪列車 開發更多觀光課程 此外 觀光署也寄出護照補貼 新辦護照的日本旅客 第一張機票購買我國國籍航空 來臺旅遊補貼五千日元 日本分享觀光列車特色 不只是交通工具 也能作為景點 臺鐵十七號與日本四國鐵道旅客公司 舉辦臺日列車設計師對談 促進臺日交流 以後復蘇 鄰近的日本成為民眾出國首選 平均每三人就一人赴日旅遊 卻也造成臺日觀光逆差高達三百萬人次 要如何吸引觀光旅客來臺 臺鐵提出解方 考慮引進臥鋪列車 負責打造臺鐵明日號的設計師 給予高度支持 讓火車成為移動式旅館 我覺得臺灣其實可以慢慢享受 然後可以停在一些已經遺忘掉的月臺 停在那邊出去看月光 這整個臺灣的風景跟風跟海的味道 其實是可以透過像移動式的旅館 然後去重新看臺灣的欣賞另外一種可能性 邱博文表示臥鋪列車可以讓旅客造訪 臺鐵各站點像是開往臺東欣賞日出 深度探索臺灣的美好 旅行車也認為辦法可行 不過外國旅客反映臺灣消費高 特色不明顯必須先解決 由於日本來臺旅客去年只剩94萬人次 與疫情前相比不到五成 觀光署今年訂出兩百萬日客來臺目標 寄出護照補貼 由於日本人持有護照的比例偏低 觀光署將給予護照補貼 對於日本人新辦護照來臺灣旅遊 將渴望獲得五千日元日幣的補貼 觀光署表示新辦護照的日本旅客 第一張機票購買我國國籍航空 包括臺灣虎航 長榮 華航 新宇 來臺旅遊將補貼五千日元 優惠活動預計第二季上路 記者黃子杰 吳家寶 台北報導